小男孩好像很害怕 一直大哭 不让特警的男警员们靠近 随后王发力蹲下来询问小男孩 跟他聊天 说故事 他就不哭了 要王发力抱 通过女警王发力近十分钟的安抚 小男孩渐渐放下了戒心 在孩子的指引下 王发力抱着他沿路寻找家人 我们顺着他走起的方向走过去 大概走了五六百米 一个老人骑车过来 远远的就喊我们 说是小男孩的爷爷 我看得咱的心都热了 原来当天上午老人带着孙子上街赶急 在平安小区某早餐店吃东西时 他发现手机忘带了 于是便让孙子留在早餐店等着 自己回家拿手机 可等他回来时 孙子已经不见踪影 最后执行特警对老人的身份信息 确认后将他们送回了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